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板看透透,我是主持人安妮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林静来老师,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,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今天的老板看透透呢,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马云 其实呢我们常常就说呢,哇白手起家白手起家 这个我们常看电影的时候呢,看得出来很多人白手起家 在现实当中呢,今天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跟你分享 我们的马云马先生呢,真的就是名符其实的白手起家 他小的时候呢,家境不是相当的好,所以呢,从小他就知道呢 真的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,就是只有自己努力才是最实际的 你不要想说呢,要上面的谁来帮我,要旁边的朋友谁来帮我 其实呢,你与其让人家来帮你,其实呢,自己帮自己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们马先生呢,有深刻的体认喔,所以呢,他真的是白手起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小呢,家境就不是这样的好呢,是小时候家境不是很好这一块呢 从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吗? 像马先生本身是一面骨多,带着筋骨质的人 耳朵有点缓 代表他小时候的环境真是很差 是 那么在一个白手起家,确实要有筋骨质的力量 因为筋骨质的人类个性不认输,永远不低头 所以马先生一面骨多 最漂亮是他那眼睛的定神 是 眼睛定神者永远不认输,会想如何的去创造未来 所以马先生是这种个性 是,所以呢,他小时候环境不是很好 他就知道呢,天助自助者,所以自己相当相当的努力 可是他小时候呢,家境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呢,读书的时候也是稍微辛苦了一点 他考了大学,考了三次才考上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,一次考不上我们就算了 但是马先生相当的有毅力 大学考了三次,凭了自己的努力可能是半工半读 很努力的把这个学业给完成了 所以他是有相当相当有毅力的一个人 这个有毅力这一块呢,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是,人的时候毅力有 一定要有三个格级 一个就是眉领骨 你看马先生是不是眉领骨有点凸 颜面骨多,二骨,下巴,带腮骨 叫三骨 只要有三骨的其中一骨,绝对不认输 如果是下巴饱满,没有领骨的人 刚才昨天讲的考一次我就不看得太累了 对啊,很累耶 对啊,这种格级的人 因为骨又多,眼睛又亮 绝对不能给人家看不起 是 一定要想尽办法冲 不得到目标,绝对不换下 就是腮骨 腮骨是他的意志力,毅力很强 所以马先生就是有这种格级 不怕吃苦的男人 是,所以真的就是非常的有毅力 我就是不怕吃苦 考过几次,我不管 我就是一定要达到那个目的 不管是为了面子,还是为了未来 为了前途 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目的给达到 一定要把这个目标给达到 相当相当有毅力 一旦有目标,勇往直前冲的这样子一个精神 是 是 那其实我们的马先生呢 小时候也是蛮叛逆的来 还是蛮倔强的哦 其实呢,这个是怎么看的 是,颜面骨多的人讲义气 特别看不患的事情会好打不平 特别带腮骨的人呢 那么,人家江湖有讲一句话 平有为第一 就是以腮骨为主 有腮骨的人是互出的多 回瘦的是少 所以马先生本身带腮骨 颜面有骨多 那是真的很有魄力,又很有胆量 因为他嘴巴又大 绝对是很有胆量 是 然后一个有胆量的人才有冲进才有魄力 是 老师跟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对 他真的很有意气 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 他最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他就是那些 哇那些 霞骨啊 那个仙骨啊 那个霞意的那个气啊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 他本身是一个 从小就爱打抱不平衡 重朋友 非常非常重义气的一个人 是是 这个是筋骨质的特性吗 是 筋骨质的人的特性就是 本身颜面骨多 重义气 好打不平 是 但是还好 他今天的时候眼睛细长 走到 最后他说 还是我要串业 是 因为刚才讲的 他不达目标 绝对不换手 也就是眼睛定神下巴 带筛骨的人 永远不回头不练书 又加上他皮子又挺 是 是不是挺挺有利则 代表他主观强势 一定要做到底 是 所以他今天有这种情绪 我真的很佩服他 是 这种面向 带阴面带骨的人 主要是他眼睛细长 值得我们去 援救他 是 所以呢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属于这个白手起家 老师刚刚讲说他有创业的精神 没有错 他也是蛮年轻就开始创业 是 大概是29岁左右就开始创业了 是 这个时候呢 其实老实说他的这个可能家境 或经济环境 可能也没有办法支撑他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他真的 蛮年轻的时候就选择自己要出来创业呢 对 一般来讲 皮脂亭内 带腮骨人 永远不向人家低头 是 比如说你来做我的职业 他说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明明古我有判断的灵意 我的皮脂亭者 我不怕嘛 所以他是皮脂亭 资深的他 他应该在最旺的时候 是应该走在 眼睛35岁到40岁 是他人生 是最为旺的 是 老师说 最重要的就是他一个不服输的个性 有这个挺挺的鼻子 然后很漂亮 有神的眼睛 是 让他呢就是我就是要出来创业 不达目标呢 我就是不罢休了 是 一定要这个有目标呢 我就是要勇往之前呢 好好的来把这个目标给达成了 这样的精神 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努力 来学习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啊 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天生 很多贵人来帮他 是 但是我们的马先生真的是靠着自己 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这样子哦 像他小时候啊 念书的时候也是半工半读一点一滴 自己的努力呢 到他有现在今天这样的成就 真的老师刚刚讲的 非常值得大家去好好地学习 而且是令人佩服到 如果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知道呢 诶 究竟老师我应该要怎么样努力 或者我怎么样的优点 怎么样的特质可以好好发挥呢 将来也要像马先生一样成为一个厉害的企业家 想要知道怎么样做对自己是比较好的吗 赶快上网搜寻我们林老师的极章妙记 里面就会有精彩又丰富的内容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了 今天呢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我老师谢谢您 也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再见